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三名公园在高架桥上施工 但是三名公园和铁架一同从120米的高处摔下 当时刚好经过路段的一辆轿车被铁架砸中 轿车毁不成形 司机受困在车内 承包公司Prolintas发文告证实 三名中国籍公园伤重不治 而轿车司机脱困之后则送运治疗 这条大道近年来意外频传 去年6月和9月相继发生钢柱和水泥砸落事件 当时一度停工 这个月3号又有罗里猛撞施工中的天桥 造成两个人死亡 Prolintas公司说 这次意外赵因还在调查中 紧急处理小组已经和消整人员到场处理 事发路段目前暂时关闭 另一方面 击打亚罗士的一名轿车司机 在停车时怀疑雾踩油门 连人带车直接坠入琥珀中 两名母女受困车内 来不及逃生 不幸溺弊 这起轿车坠狐案件 发生在昨天傍晚6点半左右 地点位于击打西岭湖度假村 击打消整局接获投报 立即派人赶到现场救援 并寻找坠狐车辆的位置 初步调查显示 司机怀疑在西岭湖前停车时 误踩油门 导致车往前冲 坠入湖泊 附近居民立刻跳进湖内 企图拉住车身 阻止轿车下沉 但是最终不成功 轿车瞬间没定 两名死者的遗体 在晚上9点左右打捞上岸 死者分别是69岁的哈斯玛 和28岁的诺莱扎 遗体叫后送往居邻医院解剖 社交媒体最近疯传一段视频 多人在首都武金免登一座购物商场外 对一名男子全打脚踢 警方证实昨晚逮捕了16人 并延扣他们三天协助调查 金马检区主任穆罕默在那透露 落网的16人年龄介于13岁到25岁 所有人的尿液检验结果 都对毒品呈阴性反应 警方初步调查相信 其中一名嫌犯吸食电子烟后 晕倒和出现幻觉 不满了友人随即围殴 一名男子出气 目前警方援引刑事法典147条文 引发骚乱条文调查案件 并呼吁知情的公众提供线索 同时也促请民众 不要散播足以扰乱社会安宁的视频 欢迎一个焦点 全国免疫计划开跑将近一个月 负责疫苗事务的科学工艺 及革新部长凯里 今天分两个词段 在部城会见朝野国会议员汇报近战 其中今早大约50名执政党的议员 出席这场闭门汇报会 更多详情马上连线 人在现场的本台记者许文杰 文杰请问现在现场的情况如何呢 是的 为了汇报全国免疫计划最新进展 凯里今天在部城分两场 个别会见朝野议员 首先登场的是在今天早上10点30分 给执政党议员举办的汇报会 这场汇报会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半 在半个小时前 就是刚才12点左右呢 是已经结束了的 那议员呢也已经陆续陆续续的离开现场 武统华林国会议员 阿杜斯里阿杜阿兹受访时就表示 汇报会进行的很顺利 他也称赞凯里办事效率高 国会议员如今是更加了解 疫苗接种的这个方式 同时他呼吁大家踊跃接种疫苗 让我国尽快实现群体免疫 那在今早大约10点15分左右呢 执政党议员就陆续抵达 他们在登记扫描之后 就直接乘搭电梯 前往位于二楼的礼堂 那记者就目睹呢 从大厅步入会场的 就包括了教育部副部长 来自马华的拿督马汉顺 胡统奔真国会议员阿摩马斯兰 团结部副部长来自马华的政联科 胡统边界栏区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阿沙利纳 掌管宗教书的首相署部长 祖吉菲里 以及近期退出公正党 表示自己以独立议员身份 支持国盟政府的 刮来冷月国会议员西维尔 当然少不了的还有凯里本身 那至于近期多次在社交媒体和凯里 你一来我一往谈论这个疫苗课题的前手下 拿督斯里纳吉呢 暂时是没有见到他的 但是呢就不确定他是否有委派 委派这个代表出席 又或者是他从其他的管道进入会场 那根据媒体目前掌握的消息呢 今天的这个汇报会呢 邀请大约56名执政党的国会议员出席 但是目前得知的是 有大约15到16名的议员前来 但是确切的这个数据 还有在官方做个宣布 那毕竟呢一些议员呢可能是委派代表出席 那至于现场的情况呢 在会场外头呢 刚才呢是有警车戒备的 现场也有一些媒体在驻守 那执政党方面的汇报会结束之后呢 凯里会在附近和我们的这个卫生部长 拿督斯里阿汉巴巴召开记者会 至于在下午两点半的时候呢 会有另一场给在野党议员的汇报会即将登场 那媒体掌握的消息就指出呢 汇报会邀请了105名在野党的议员 那目前呢确定出席的在野党人数呢 大约是70人 那反对党的这个三大党魁 安华林冠英墨沙部 之前就已经发文告表示 认同举行这场汇报会了 但是安华呢在待会的下午三点呢 会到这个部城反贪会 会见反贪会首席专员 拿督斯里阿战巴基 以讨论这个蓝眼议员被人贿赂的课题 所以安华待会会不会出现呢 还是个未知数 那这次汇报会最主要呢 是为了让这些国会议员 更了解国家的免疫计划 并听取议员的这个反馈和意见 而且也会设有这个问答环节 好的 以上就有记者人在部城这边 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我们先把时间交换给彭丽主播 谢谢文杰 我们带来的现场连线报道 那除了我国如何如图展开疫苗接种计划 台湾前线人员今早也开始接种 阿斯利康疫苗 不过这款疫苗因为血栓副作用 引发外界疑虑 因此为了提振信心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 今早连同卫生部长兼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率先打下了全台第一针疫苗 尽管两位高官率先接种疫苗 但是媒体不获准进入医院内 拍摄实况 苏贞昌接种疫苗之后表明 状况良好 身体也没有不适 陈时中也表明感到安心 第一批11万7千剂阿斯利康疫苗 有效期将到6月中旬 自己会在5月中旬接种第二剂疫苗 虽然阿斯利康传出副作用的问题 不过陈时中以专家说法认为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始终利大于弊 针对接种过程没有开放让媒体拍摄 陈时中说不会造假 也没有必要 因为打疫苗是好事 至于总统蔡英文何时会接种 陈时中表明这取决于总统的形成 疫情笼罩下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昨晚落下了帷幕 第二次亮相全英赛 而且第一次闯入决赛的李子佳 犹如出生之独 面对卫冕冠军安赛龙越战越勇 苦战三局 首次在全英赛封王 女单女双 男双和混双四个项目方面 全部都由日本队包揽成为了全场大赢家 出生前不被看好的李子佳 最后成为了我国朔国仅存的选手 带着全国人民的希望 勇闯全英赛南丹决赛 迎战丹麦前世界冠军安赛龙 首局比赛双方都火一群开 你来我往斗得难分难解 一直苦苦纠缠到二十平进入加点战 关键时刻 李子佳进攻得手 以三十比二十九微差险胜 第二局 安赛龙展开反击 追凭原本领先的李子佳 两人在一次追成加点后 安赛龙连拿两分 以二十二比二十扳回一城 不过到了决赛局 安赛龙尽显疲惫 体力不支 李子佳乘胜追击不断得分 迅速拿下赛点 最终以二十一比九比分 三局两胜拿下比赛 高高举起冠军杯 当然 我也有很多次与Vikta Selsen 这只能够在四个回合 我们也都知道很简单 我认为我们有很多阶段 我们已经游戏我们的最好的阶段 今天我们在想的最好 对我们的阶段 而今天弃到全部改变 没什么 大事 我也希望这样的感谢Vikta 今天上次与优务的赛业 今天很棒的赛业 现年22岁的李子佳也是第六位 赢得全英赛男单冠军的我国球员 首相单词李慕尤丁赛后在脸书上发贴文 祝贺李子佳成功报回去年全英赛半决赛 输给安赛龙的一箭之仇 同时也恭贺于总和教练团 首相勉励李子佳未来更上一层楼 赞扬他是英雄马来西亚以他为荣 四年前在全英赛男单决赛 为我国夺冠的拿多李宗伟也透过脸书 恭喜李子佳在比赛中打出了自己的节奏 并鼓励他再接再厉 李宗伟还幽默写道 原来看球比打球紧张啊 旅单决赛方面 日本二号总资奥元希望以21比12 21比16完胜泰国黑马李美妙 至于上演同门之战的男双和女双决赛 卫免冠军远藤大游和渡边勇组合 以21比15 17比21 21比11 击退队友家村剑士和原田企务夺冠 女双松本麻又和永元何可纳 则是以21比18 21比16 打败福岛游记和广田彩花组合 加上会双比赛 日本对这次包揽了四座冠军 成为本届全冰赛大赢家 美军是否会在5月1号之前 从阿富汗撤军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只是表示 撤军时间表由总统定夺 欢迎回来 中东火药库叙利亚冻乱十多年 至今战火不歇 北部城市阿塔勒布一所医院 星期天遭遇空中袭击 导致儿童在内的6名平民死亡 11人受伤 国际难民救援组织指责 这起袭击是俄罗斯战机所为 目标是轰炸土耳其扶持的 叙利亚反对派 这起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后 靠近土耳其边境的煤气场 也遭遇袭击 内战频频的叙利亚 常年成为俄罗斯 以及土耳其的决力之地 虽然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 以及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 早在去年3月达成停火协议 然而双方的武力冲突持续上演 多辆俄罗斯战机 星期天飞过阿塔勒布北部 朝着叙利亚反对派的堡垒轰炸 叙利亚人权观察站表明 战机的目标是当地一家 为了躲避空袭 而设立在洞穴里的医院 这起袭击事件造成儿童 以及医护人员无辜遭殃 面对天降横祸 医院人员感到震惊不已 毕竟攻击医院是国际战争法中 严格禁止的其中一项条约 然而在荒谷之地 类似的攻击行为已经屡见不鲜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从2016年到2019年 当地就发生了337起 攻击医疗场所的事件 所有死者遗体 过后运往阿勒坡举行葬礼 入土为安 另外俄国战机也在同一天下午 袭击一家叙利亚萨马达的煤气场 导致场内燃烧 这个地区临近土耳其边境 挑衅意味十足 从2011年开打的叙利亚内战 至今已经导致38万8千人流离失所 70%的医护人员更逃离叙利亚 全国医院也仅剩原本的六成还在运行 除了叙利亚 局势同样动荡不安的阿富汗方面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星期天突然到访当地 这是他入主五角大楼后 受则官访阿富汗 外界都在关注 美军是否无法如期 在5月1号之前 完全撤离当地 对此奥斯丁三肩齐口 强调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 结束战争 奥斯丁结束印度的访问行程后 转往阿富汗 他和当地政府高官包括了总统 该你会面 双方随后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近来日益增加的袭击事件 但对于5月1号撤军进程知之未提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任内和塔利班达成协议 承诺美军最迟5月1号之前从阿富汗撤军 但是拜登政府上个星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明 美国难以落实这个时间表 加拿大前外交部长康明凯在中国被控从事间谍罪 案件今天在北京法院继续审理 尽管闭门审讯已经招致外界抨击 不过中方依然无动于衷 今天到场的加拿大使馆人员还是不得其门而入 Michael Kovrig has been detained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now he's been arbitrarily detained and now we see that the court process itself is not transparent we're very troubled by this but we thank those who've come out from the embassies here in Beij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support that we've had for Michael for Canada and the call that many of us are making here for their immediate release 警方今天一早在法庭外拉起警戒线 没有获得许可的加拿大使馆官员和记者 只能在法庭外等候远距离支持 中国也间谍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扣押康明凯 和另一名加拿大商人斯帕沃超过两年 斯帕沃上星期五率先在丹东市受审 审讯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 但是法庭没有做出裁决 而是会择日宣判 缅甸军方武力镇压已经导致超过200人死亡 台湾昨天有上千人隔空声援缅甸的民众 呼吁台湾政府对缅甸的局势明确表态 反对政变和谴责无力镇压 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就是我们已经走过来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去声援别人 然后让其他国家也可以同样迈向民主 然后我们可以贡献一份力量这样 如果说台湾人们看得到新闻的上面 缅甸人的现在被打的被杀的话 看到我们的话 尽量帮助事宣传一下 让给全世界知道 这样就是帮助到我们来 谢谢台湾们 香港反送中泰国反政府示威或是缅甸的反政变运动 台湾声援国际社会已经成为社会运动的其中一条主战线 上千人昨天下午聚集在自由广场 唱着缅甸反政变的抗争歌曲 并高呼口号 谴责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后 无力镇压示威者 旅居台湾的缅甸人纷纷表明 时刻担忧家人和朋友的安危 截至目前从2月份开始的缅甸反政变抗争 导致247人死亡 2345人被捕或是被控 澳洲东部洪灾持续恶化 悉尼最大的水坝水位超标 居民被迫紧急撤离 大部分的地区进入国家级灾难状态 欢迎回来 澳洲东部连日豪雨 引发的严重洪灾持续恶化 悉尼最大的水坝水位超标 下游多个地区泛滥成灾 当局下令居民务必马上撤离 新南威尔市州长形容 这是百年一遇的洪灾 当地部分地区进入国家级的灾难状态 澳洲东岸连日来破纪录雨量 引发新南威尔市州百年大洪水 房屋浸泡水中车子几乎灭顶 牛羊等牲畜也逃到高处避难 就在部门公布的最新画面显示 位于悉尼北部郊区小镇塔里 受灾情况严重 泥水几乎淹没大部分地区 更有民众拍下了这惊险场面 洪水吞噬整栋房子 几乎只剩屋顶露出水面 场面害人 更令人担心的是 悉尼最大水坝沃拉甘巴 星期天开始出现异漏现象 当局赶紧对多个地区发布 40项水灾和20项撤离警报 呼吁低洼地区的居民马上逃命 由于洪水切断多条道路 紧急部门已经接到超过7000宗求救电话 就在部门频密出动快艇深入灾区 严加挨护拯救受困居民 新南威尔市州长形容 当地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破坏 希望民众不要犹豫 接到撤离通知就要马上逃命 目前已有数千人逃离家园避难 但澳洲农业部长形容情况糟透了 今天到明天的情况恐怕会恶化 数十万人必须撤离 当地气象局预测 悉尼北部的恶劣天气 恐怕还将持续好几天 降雨量未来几天还会增加 最快这个星期稍晚时分才会缓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一般人来说火车或许只是一种交通工具 但对铁道密来说 铁路火车承载不少的回忆 更是时代的见证 巴基斯坦一座铁道博物馆 除了展示各个时代的铁路配件 还有两列1930和1940年制造的车厢 公民众参观 新闻最后一起去看看这些展览品 我是金川 感谢你收看五金新闻 我们再会